虽然我们坐在游览车里面 但是我们感同身受 主要我们能坐得很少 但是主要我们用祷告拖住他们 阿便奉献百万 小甜甜十万 宋一鸣被曝闪过太鲁阁意外 是假正正 各位这是撒旦的轨迹 撒旦专门做这件事情 撒旦要来了 魔鬼要来了 小甜甜从新戏换脚风波 到因为理念不合 推出宋一鸣的教会 现在呢又延伸出教会问题 化名L小姐的前教友指出 宋牧师每次在敬拜时 会要求大家要哭 要感动落泪 拍出来的影片 大家才会感动 如果哭不出来 就请大家闭眼 不要张开 阿便徐小可离开教会前 奉献了一百万 小甜甜也在扩堂时 付了十多万 一起发光全力扩大教会 以翻转自己的人生为名义 请所有教友们奉献 如果类是拿不出钱的人 教会还可以让大家分歧 就算是第一次来听到的人 也会被放奉献袋 对此小甜甜及阿便夫妇 都没否认这笔奉献 阿便说 但就在扩堂的过程中 感到不平安 于是我们离开了 因为我们清楚 我们的奉献是给神 不是给人 和小甜甜刚好同剧组的谢金颖 透露昨天两人 才一起玩交换礼物 虽然自己拿香 还是会跟着好友去教会 旁边的人讲他要哭 要安慰吗 其实我有看过哭的 但是我不认识他 所以我也没有安慰他 我也不好意思说 你卖考了 你是在考之类我也没办法 对 奉献是指奉献什么 没有耶 因为也没有听说这个部分 你唱完诗歌就大家吃东西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分享一些 就是见证的东西 那要缴餐费吗 没有耶 没有缴餐费 我那天是不是我是不是没缴到 是不是这个播出我要缴钱啊 身为一起发光前教友 资深医药记者王瑞玲也在脸书发文 教友们每周奉献十分之一的收入 最令我惊讶的是 报税时换来的竟是劳务保仇单 我们都以为在神服事 其实是在服务人 更加麻爆料 2021年花莲太鲁格号出轨 送一名等50位艺人 因为订不到车票 与死生擦肩而过的消息 竟然是假的 当时所有的一举一动 发言照片都要经过他们目者夫妻 特别是具有知名度的家人 要全部拍照上传自己的FB或动态 记者打来我也得立马回报 结果我们全程为 制造假新闻的榜雄之一 因为假见证这件事 我和他争吵 他说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来看演唱会 会有更多人感动而得到呼召 这就是国度事业的功劳 好不容易可以和其他目者平起平坐 听完后我整个傻言 事实就是国度事业 根本没有订那般处事的列车 从一开始就是要坐游览车去花莲 哇 见证了神机啦 佳琪姐好像是挺教会那边的 你们有跟佳琪姐聊这件事情吗 我们可能要跨年那天才会遇到 遇到也不太有料理 一上去就要作战了 欢迎跨年一起来高兴 哈哈哈哈 背一下佳琪姐 大会很大哦 对啊 一起很多路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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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